轮到奥运会上我们还会见到一位老朋友 他就是南非的刀锋战士皮斯托瑞斯 近日南非填鞋决定了 皮斯托瑞斯不仅将参加男子四乘四百米接力的比赛 还会在男子四百米的比赛当中亮相 这也就意味着他将成为第一位参加奥运会的 中腿截肢的运动员 这里是伦敦奥运体育场 众多媒体都在这里等待着南非刀锋战士皮斯托瑞斯的到来 刀锋战士能参加奥运会可以说非常不容易 早在2004年的雅典和2008年的北京 这位装着昂贵双甲制的南非小伙子就参加过残奥会成绩突出 但是皮斯托瑞斯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参加奥运会与健全人在一起比拼 由于装着双甲制参赛 这是否符合奥运会标准 专业人士曾经展开过激烈争论 最终国际田连决定按成绩来决定 皮斯托瑞斯其实很早就已经达到了男子400米的奥运A标 但南非田鞋6月初的临时名单上并没有皮斯托瑞斯的名字 而这一次的正式名单 皮斯托瑞斯总算是入选了 我们将会在奥运会男子四成400米接力 和400米的比赛中一度暴风战士的风采 出品! ở哪里? 好